13岁金曲歌王荒山亮 遭一名女子指控去年以买茶为邮邀约 但却在录音室趁其酒醉性侵 已经提告 对此荒山亮回应绝无此事 反控是遭对方恐吓勒索 将交由律师来处理 艺人荒山亮出道20年 曾获2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没想到已婚的他最近竟然被爆料 卷入性侵遗云 投诉者A小姐哽咽回响事发经过 表示两人是经由朋友介绍认识 去年11月荒山亮以买茶叶为名义 约他到录音室聊天喝酒 没想到荒山亮竟然趁他酒醉性侵 事隔几个月后 A小姐向荒山亮提出百万元和解 但荒山亮只赚账一万块给他 双方谈判破裂 今年3月A小姐气不过 抛到警局提告 想到这个哭然后自己买酒喝 这个受不了还是跟荒山亮沟通 他全部都已读不回 媒体求证荒山亮本人 他私讯记者强调自己绝对没有性侵 而是因为A小姐缺钱才找上自己 认为被持续恐吓勒索了好长一段时间 会请律师对他提出告诉 细节将召开记者会说明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与因性将不升后开始计费 荒山亮始终没有接听电话 经纪公司用文字回应 以委托律师处理 有进一步消息在对外界说明 风暴还在延烧 恐怕已重创荒山亮演绎形象 记者张佑茨 范雅乔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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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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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